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们 Thanksgiving 呢 去了Archis和Keyang Nance National Park 一共去了三天三夜 这个视频呢 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行程安排 希望呢 对各位想去那里玩的朋友有所帮助 22号晚上呢 从纽瓦克坐飞机到Denver 23号呢 一大早 我们就从Denver猛开五个小时 到Keyang Nance去看日落 然后晚上我们就住在了 Moab小镇 那儿离Keyang Nance和Archis都非常近 晚上我们就去Archis看了星空 24号一大早呢 我们就去Archis看日出 然后中午呢 又去Keyang Nance的各个景点 然后下午呢 又返回Archis去看日落 25号呢 我们就开回Denver 然后回Newark 我们大概行程安排就是这样的 Archis National Park 我们主要是沿着主路往上走 沿着主路就可以看到 有名的3Gossip Balanced Rock 当然 还有一定要去的Windows Section 以及园中瑰宝 Delicate Arch 如果想走具有挑战性的车友的话 可以去Devil's Garden 这张表来自于Archis National Park的官网 详细的写明了每个景点最佳观看时间 Delicate Archis下午看是最美的 Windows则是要早上去看 时间允许的话 一定要按照这张表来观看每个景点 来都来了 就看最好的吧 Keyang Land主要分为三个区域 一个是Island in the Sky 一个是The Maze 还有一个是The Needless 我们这次主要去的是 是Island in the Sky 其中我们去了The Mesa Arch Green River Overlook 还有Bakeyang Overlook 以及Grand View Point 我们一大早从Denver出发 从科罗拉多州沿70号路一直开到犹他州 沿途的风情非常美 有各式各样的山 还覆盖了不一样的植被 越靠近以欧他州 直辈就越少 我们第一站来到Keyang Land的Grand View Point 看日落 这里是城环形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断层 这里非常的壮观 离Grand View Point不远处 就是Bakeyang Overlook 很明显的看出这条大裂缝 十一月来这里呢 天气已经有些冷了 在山上风还是挺大的 吹一会就受不了了 都快吹成风干肉了 所以一定要多穿一点 并戴上唇膏 还有不手霜 拍完日落 我们就去 Moab小镇的Motel Check-in 但是当天正好是Thanksgiving 我们找了好久的饭店 基本上都关门 最后我们在7-11买了一些泡面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是节假日出门 一定要带好吃的 第三天早上 我们6点就出发去看日出了 这里依旧非常冷 但是看日出的人还真不少 我们去South and North Window看日出 请大家随意感受一下这里的壮眉 哇快看太阳终于升起来了 再仔细看看 这个是月亮 月亮周围的云层明散光 粉蓝色 宛如梦境一般 还有时间化了个妆 怪不得做完事跟我走 我特别远 你给我发售我都不知道 就在两个window附近 就可以看到turret arch和double arch 它们都相隔非常近 走两步路就能到 随后我们又经过了3gossip 竟然遇到有人在攀岩 更意想不到的是 朋友还拿出了准备好的望远镜 也多亏有了望远镜 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么小的细节 真是准备太充分了 所以朋友们出来玩也可以戴上 我们还经过了Balance Rock 不得不惊叹于大自然的神奇 真的太像一只小孔了 而且手很痒 很想把这颗石头推倒 随后我们又开了30分钟来到Dead Horse Point 这个名字的由来呢 是以前牛仔们会在这个景点入口 建起栅栏 入口很窄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围栏 用于拦截野马 它们会选出最好的马来驯服 其余的马就放走 在这里也能看到远处的雪山 非常的神秘 在Dead Horse Point可以看到蓝色的蒸汽池 这些池子用于开采假盐 深蓝色呢是加入了染料 这样可以加快太阳能的吸收 从而加快水的蒸发 棕色表示水几乎蒸发完 可以收集盐结晶了 中午我们吃了一些小零食便去车前往 太阳lands的Mesa Arch 和Green River Overlook 看竟然发现了Hourglass的高光盘 它们的灵感就来自于这里吧 最后我们又返回Archers去看Delicate Archers 这里被称为The Crown Jewel of Archers National Park 看日落的人非常多 我们从停车场走到Delicate Archers 大概要走1.5米的trail 我们走了大约半个小时 我们走了大约半个小时 快到了 我们走了四五分之四路程 我们是从春天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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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啥 阿 阿 当月初雨时雨ily 当日落的时候 我们还偶遇了别人求婚 非常幸福 可惜我没有捕捉到当时的画面 idas 因为我以为大家在为我认识 我认识 我是大明星 看完日落 天很快变黑净 月亮躲在云层里 慢慢地探个弄得出来 我觉得这个比太阳好看 而且没那么刺眼 为什么我还想让灯种鬼东西 回到moab小镇 我们吃到了这次旅行中 最精致最丰盛的晚餐 越南粉 它家appetizer nachos 里面加有豆腐和kimchi 非常美味 回家就复刻了一份 最后一天 我们7点从moab小镇出发 原本预计下午1点左右到 结果途中遇到了大暴雪 发现所有二驱车都在原地打滑走不动 很多车主也纷纷下车给车安上防滑链 因为我们途中会经过山 因为我们途中会经过山 山上的气压很低 所有的零食袋都突然膨胀起来 像一个小炸弹 而且欧苏丹的唇膏不用挤 自己就会因为气压低而往外溢出来 天气太冷了 由于热胀冷缩原理 人好像也变瘦了 以至于某人在拍裤腿的时候 竟然把戒指给甩出去了 我们就在这片白茫茫的雪地里找了好久 万幸万幸终于找到了 势而复得应该是世间最大的安慰了 最后我们是下午4点才到 足够延误了三个小时 不过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愉快地结束了这次旅行 感谢大家的观看 这次旅行的总结就到这里了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哦